欢迎来到梦TV新闻频道 我是裴兰英 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 全明星篮球赛惊传意外 于承兴鼻子遭肘疾鲜血狂流 惊悚过城铺 人气运动时进节目全明星运动会 4-6日晚间播出红 篮队对战 比赛项目包括桌球 12码足球及男子篮球3对3 其中 在篮球赛当中 男星于承兴和图扇存上场时 两人也有不少肢体接触和碰撞 现场火药味十足 而赛成中也爆发意外插曲 于承兴当场狂流鼻血 图扇存跌倒撞到后脑勺 比赛及喊卡 不过 最后两人伤势未影响比赛 双方也拥抱 节目中 男子3对3篮球赛成 图扇存和于承兴实力不相上下 于承兴的鼻子不小心 因被图扇存手肘疾到 让他当场狂流鼻血 接下来则是于承兴半岛 图扇存后又往他身上压 图扇存的后脑勺重击 赛事一度暂停 不过后来图 与两人事后都相互道歉 主持人徐展元表示 这是全明星4季以来 肢体冲撞最激烈的篮球赛 比赛最终由红队胜利 此外 钱维娟夸奖 默默付出的林辉煌 钱维娟还笑说他 篮球是毫无技术可言 另外 节目来到足球赛事中 红 篮两队都有进球 其中篮队谢宇荣踢进门柱 门将叶茨玉直接笑出来 文宇菲表现相当优异 也让篮队赖手的无力忍不住标泪 此时钱维娟则喊 还没比完赛怎么可以掉眼泪 忽视弱者的表现 又单引号 最后 本周MVP由小豹叶茨玉夺下 他在桌球 12码足球都有突出 令人惊艳表现 此外 下周要进行黄红蓝三队团体战 新成员曹佑宁 宝犬 潘君伦也会正式加入 将会比拼项目则是龙舟 剑球汉跳远 感谢您收看孟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